在《圣经故事八别塔》中 所有人类都讲同一种语言 直到他们突然分裂成多个相互之间都听不懂的族群 我们不知道是否曾经存在过这么一种初世语言 但我们知道 如今的成千上万种语言 可以追溯到有限的几种 那么我们是如何最终形成这么多语言的呢? 在圣经故事八别塔中 在早期人类迁徙的时候 地球上人烟稀少 拥有同一种语言文化的族群 通常分裂为更小的部落 分头各自寻找新鲜野味和肥沃的土地 当他们迁移并定居在新的地方后 相互之间变得疏远 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展 几个世纪的不同生活条件 不同食物 不同邻居 是原本相似 而只是发音和词汇有所不同的方言 变成了完全不同的语言 并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移不断分化 像西普学家一样 现代语言学家 试图通过尽可能将多种语言 追溯到他们的共同祖先 或原始语言来描绘这一过程 以同意原始母语演化而来的不同语言 成为一个语系 它可能包括很多分支和子系 那么我们如何确定 不同语言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关联的呢? 相似的发音并不能说明什么 它们可能是被误解的同源词 或者只是外来语而不是源于同根 语法和句法有更可靠的指导意义 基本词汇也是 像代词、数字或亲属称谓 这些都不太可能是外来语 通过系统的比较这些特征 查找读音变化的常见形式 和不同语言的对应关系 语言学家们能够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追溯他们发展演变的详细过程 甚至重建没有文字记录的早期语言 语言学家们甚至可以发现 其他重要的历史线索 比如基于他们的语言中 哪些是母语词、哪些是外来词 来确定地理起源和古代人的生活方式 语言学家们在重建这些语言系谱时 主要面临两大问题 一个是没有清晰定义系谱术的 枝干末端在哪里 也就是说 哪种方言应该被认为是不同语言 或只是方言 汉语被归类为一门语言 但它的不同方言之间差别大到完全听不懂 然而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人们 通常可以听懂对方说什么 正在被人类使用的语言 不存在严格的种类划分 而是逐渐过度 跨越界限和分类 通常语言和方言的不同之处在于 多变的政治和国家格局 而不是语言学特征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的答案 可能是三千至八千之间 它取决于由谁来数 另一个问题是 我们沿着系谱术回溯 越接近数的顶端 关于语言的证据就越少 现在对主要语系的划分 在合理的可能性内 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 仅限于这几种 就意味着 不同语系的语言 在任意层面上都没有交集 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变 很多人推测存在更高层面的关系 也就是超级语系 一些说法已经被广泛认同 另一些还有争议 特别是对 只有较少人使用的语言 还没有全面研究 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语言从何而来 也不知道人类语言 是否真有共同的原始母语 并通过人口迁徙散落于各处 不过当你下一次听到一门外语的时候 留意一下 它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同 讲多种语言对大脑有何影响 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 订阅我们的频道 观看更多值得分享的课程